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一部人家的一聲清脆啼哭 宣告了一個新生命的誕生 這個小生命的父親因起若狂 被孩子起了個名叫蒲叢齡 他希望孩子能夠跟南山的不老蟲一樣長壽 蒲叢齡出生的時候 家道已經衰落 他在父親的指導下開始讀書 19歲的時候 以虎縣導三個第一考中壽彩 一直讀他72歲的時候 他才博得一個衰貢的功名 一次次的志在必得 又一次次的折擊沉沙 他不得不在41歲的時候 去到人家家做家庭教師 直到71歲的時候才切帳回家 另一方面 令到他將大部分興趣和精力都放在收集 整理譚湖雪鬼的故事上 從30多歲開始 一直到去世之前 他都堅持著對寮齋志義的創作和加工 他在72歲的時候 他一生的精神之處 和他患難與共56年的妻子 劉如仁病逝 他在埋葬妻子的儀式上 對他的兒孫們宣布 自己將會在3年之內死去 兩年之後 也即是1715年 他以書屋 《遼齋的南窗邊逝世》 遼齋志義是一本凝聚蒲叢一生 辛酸與痛苦的孤分之書 傳書共有近500個故事 他在遼齋志義中 以飽含激情與熱淚的巨筆 為讀書人譜寫了一曲 《莊之難生》的悲歌 葉生中的葉生文章慈父 冠絕當時 但是窮其半生 卻困於課場 始終無法向功名邁進一步 最終屈屈而死 但是他不知道自己已經死了 雲柏一直追隨著生前的文章自己 怨令丁清學 教丁公子讀書應舉 結果每事必中 直至盡事及帝 當他帶著巨大的榮耀返回顧你的時候 才突然發現自己早已死去多時 是一夥不甘心就淺泯滅的靈魂支撐著自己 由自己的學生 來實現自己終生未敬的志願 在這個個科舉考試制度下的悲劇形象身上 凝聚著作者自己一生懷財不育的苦悶情懷 是作者自己一生痛苦的寫照 由於在現實世界中的鬱鬱不得志 蒲松玲將自己的理想寄託在鬼狐花妖身上 建造了一個貴麗奇特 二彩分情的精神家園 在他不下 天地萬物 一花一草 一石一木 都獲得了生命 從狐狸到黃蜂 到老鼠 青蛙 甚至連卯丹花都有思想有靈魂 有豐闊的情感 而且與陳世的人相比 他們身上更具有浪漫的氣息 更富有理想性 這些花妖鬼味至封建社會的傳統禮法於不顧 經常夜購書齋 和心愛的書生優惠 他們大膽地追求自己的愛情和幸福 絲毫無世俗婚姻的門當互對的觀念 和嚴貧愛婦的容族想法 相反 他們對於戀愛對象的選擇 或是出於對男子才能膽識的崇敬 或是由於自趣相投愛好相近 決不會因為對方是落魄魯島的書生 或小市民而嫌棄對方 連鎖中的連鎖同樣於為相愛 是因為共同的文學興趣 晚霞是以舞蹈藝術愛好為喬良 白秋練中的白秋練追求慕禪功 試過是他的媒介 不僅如此 這些美麗的花妖鬼魅 絕對不像很多世俗人一樣 朝三暮四,起身厭舊 他們一旦付出了真心 就海膚石爛,決不變心 香獄中的白卯丹 愛上了膠洲的皇生 當他被遷往其他地方 和皇生兩地分離後 立即枯毀而死 而在皇生日夜憑吊的真摯感照下 他又起死回生 後來,皇生魂魄所寄的牡丹花被盜使斬死後 他亦潮水而死 這種可以為情而生 為情而死的偉大愛情 已經超越時空,超越物慮 而且,一旦這些花妖鬼魅最終可以和人類結合 生活往往都會幸福美滿 片片中的仙女和羅子佛結合 生作的兒子,而且為兒子取親 在婚宴上,他因爲這樣唱話 我又佳儀,不善高官 我又佳婦,不善議員 這種超脫而健康的情緒 是世俗婚姻中很少見的 浦松玲憑藉著自己的力量 將文言小說推向了不可企及的高度 在他身後,出現大量模仿寮齋哲義的作品 但是,再沒有一部作品 可以像寮齋哲義一樣 既深刻而廣泛地反映社會現實 又塑造出這麼多鮮活人物 同時還留給世人一個貴奇幻禮的藝術世界 在那邊,在那裡 在那裡,出現的作品 像你做人的作品 在那裡,出現的作品 在那裡,出現的作品